停止工作 1.断电停机后,先拆下锁紧螺母上碎柄钉 2.拆下进料斗方法兰下部连接三通处四颗螺钉 抽下平皮带,取下料斗 3.拆下减速箱处活接螺母,取下不锈钢基础软管 4.反时针旋转,拆下出水接管组件 5.拆下机架处进水基础软管 6.注意不要损坏或丢失软管接头内密封垫,以防漏水 7.用加力杆套入调节手柄,顺时针转动螺旋轴 8.或手动搬动调节手柄,水平缓慢抽出螺旋轴 9.多人水平抬出螺旋轴,轻放至地面 10.将连接上炸笼两端的三通和机架处的螺栓松动几圈 11.再依次拆掉上下炸笼的连接螺栓 12.完全拆卸上炸笼两端的连接螺栓 13.取下上炸笼 14.然后用专用斑棒插入压紧螺栓孔内,逆时针方向转动,使之松动 15.依次松动,取出各榨圈及榨条圈 16.取下的榨圈依次排放,注意排列位置 18.在拆卸清洗后重新安装时,应按原来的排列顺序 18.拆除榨圈、榨条圈后,清理榨糖及三通内残留油渣 18.榨条圈组件的拆卸 18.将榨条圈垫起,注意不要垫住榨条 18.将其中一根榨条冲出,其余榨条则会自动松散下来 18.准备温热水 18.用钢丝刷依次清刷每根榨条个面 18.清理油渣,疏通油线 18.清洗榨条圈 18.依次清洗各个榨圈 18.清洗榨圈应用钢丝刷顺着油槽方向依次刷系 18.以便疏通油槽利于排油顺畅 18.各榨圈按原顺序摆放,注意排列位置,以备重新安装 18.榨条圈的安装 18.清洗干净的榨条顺序整齐地排列在榨条圈内壁上,靠紧内壁 18.油线要放于垂直内壁的一侧,所有榨条的深浅油线应在同一方向 18.榨条安装 18.榨条圈放于平坦的地面 18.将榨条油线一致,顺序整齐排列在内壁 18.电片安装 18.全部榨条安装完毕,最后将电片用手锤从上端打入,直到电片端面与榨圈端面平齐为止。注意不能过紧或过松。用手锤敲击榨条内侧,使榨条紧贴榨条圈内壁,直到手摸榨条内壁无突出现象为止。 18.榨条条 3.榨条圈安装时,注意榨条深油线一侧,应朝向减速箱,然后将所有榨圈按原来的顺序依次放入下榨笼。安装时榨圈有油槽的端面,朝向压紧螺栓。其中1号榨圈有内斜面的一面,应朝向减速箱。 4.所有榨圈顺次安装完成后,用专用斑棒插入压紧螺栓孔内,将榨圈预紧。边预紧边用手锤轻敲打榨圈,使其排列平行贴紧榨笼。预紧时用力不能太大,否则容易损坏榨龙螺纹。 5.将上榨笼盖好,把上下榨笼连接螺栓搬紧。 6.多人抬起螺旋轴,水平缓慢推入榨堂。 7.反时针转动调节手柄,将调节螺栓旋入机架处调节螺母。装入螺旋轴,预紧夹紧螺母。 8.将机架处进水金属软管接头旋紧。注意,接头内密封垫一定完好装入。 9.将出水接管螺纹处缠绕生料带,以防漏水。 接管穿过支撑架,螺纹旋入减速箱端右旋转接头。 搬紧调至所需安装位置。 10.接管另一端,用活接螺母连接金属软管。注意,一定装入密封垫。 11.此时即可安装上进料斗,固定好与三通的连接螺栓。 12.用手转动皮带轮,将平皮带安装到位。 13.最后放置榨笼盖,完成清理工作。